大家好,我是阿德,我又來啊 相信大家都養過孔雀魚 大家一定都看過孔雀魚在水中游來游去美麗的姿態 就像我,也是一個資深的孔雀魚玩家 那相信大家養孔雀魚 難免都會遇到破維的問題 那如果遇到破維,該怎麼補救呢? 今天就來教大家我的秘技大公開 今天我們就來教大家如何修剪孔雀魚的尾巴 那為什麼孔雀魚要修剪呢? 第一,如果公的孔雀魚尾巴太大的話 後半身就會沉著,游不動 這個時候就會追不太到母魚 所以受精率就會大大的降低 第二,公的孔雀魚尾巴如果破維的話 就會影響美觀 看起來心情很久吧 第三,有些人在孔雀魚生病的時候 像是車輪,也會用撿尾巴的方式來處理 那這個我個人是比較不建議啦 因為治標不治本 如果生病的話 還是要看到他是生什麼病啊 然後我們對症下藥這樣會比較好 以上三點就是我們大部分會修剪尾巴的主要原因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教大家如何修剪尾巴吧 我們現在要開始修剪之前 我們要先把東西準備好 今天我們所準備的有 酒精 刀片 剪刀 粗鹽 還有我們鮑魚用的餐巾紙 以及要消毒用的海綿 以及要消毒用的海綿 那我們接下來就開始修剪吧 那我們首先先把美工刀消毒乾淨 用我們的海綿 沾上酒精 把刀子擦一擦 避免孔雀之後剁掉尾巴的時候會感染 那這個步驟大家在操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好 那首先我們先來教大家用美工刀剁尾巴的方式 來修剪尾巴 拿出我們的紙巾 先把紙巾用濕 好 來 挑一下我們破尾的孔雀 那我們來挑一隻 進行 做 我們選 莫斯科蘭 現在把莫斯科蘭放在我們的紙巾上 把他的頭包起來 這個時候會看到尾巴是縮著的 然後我們要把它攤開 現在我們把孔雀尾巴給滴開 如果再加有水龍頭的話 其實用水龍頭會比較好用 好 好 現在孔雀尾巴打開了 那時候我們把它放在盤上 先我們把它蓋起來 記得 紙巾蓋起來的時候不要有空氣 像這樣 要讓他服貼 尾巴這樣 接下來我們開始來修剪他的尾巴 記得 一刀就 讓他斷 不然會 蠻醜的 這時候就 用力 前後動一下 好 這樣就割掉了 然後我們把它放到水裡 看一下效果 然後我們把它放到水裡 看一下效果 然後我們把它放到水裡 這是用舵的 就看起來會比較不會那麼自然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用剪刀來剪孔雀的尾巴 然後我們前面一樣是先幫剪刀消毒 打開酒精 沾一點 然後把剪刀要剪的地方拆一拆 然後剪刀盡量是長那種越立越好的 對剪出來會比較漂亮一點 好 那我們來挑孔雀 一樣先把我們的紙巾用濕 這樣等下孔雀繞頭就可以直接放在上面 好 我們就挑這隻來剪 那我們一樣把它孔雀放在紙巾上 先把它頭蓋起來 好 我們把它蓋起來 尾巴的部分把它滴開 這是背棋比較長所以要注意 等等會剪到它的背棋 好 好 現在把它尾巴鋪開之後 你們一樣把它蓋起來 記得要不能有空氣 盡量服貼 先把多餘的紙巾剪掉 這樣等一下比較好拿 這樣打開之後就可以來剪孔雀尾巴 這樣打開之後就可以來剪孔雀尾巴 我們從下面開始往上剪 我們從下面開始往上剪 慢慢修 這樣就是 剪圓就對了 剪成這樣就差不多了 這樣我們放在水中看一下 剪完之後的成品 这样就是剪完之后 比较自然 OK 那以上就是我们实际操作的部分 那刚剪完的孔雀尾巴会有一点伤口 那我们可以帮它下点粗盐 或者是黄药来避免它们感染 那孔雀剪完尾巴之后 一般需要一至两个礼拜让它复原 让它慢慢的长出新的尾巴 那具体多久可以长好呢 就要看你照顾的是否得当 OK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介绍孔雀剪尾巴的过程 那各位草友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我是阿德 AAC草原水族 我们下次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